醉酒美女走错家门 由于外面下雪 俩人在我家吃起了火锅 这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你俩吃完事你手手手走吧 啥时候走吧 外面下雪呢 外面下雪我俩衣服也洗了 都打不着车 她是两个小姑娘 我要睡觉了主要是 主要是就一个屋 那你不睡呗 不睡干啥呀 我跟你俩玩游戏 对呀咱们玩真话大冒险呗 正好我刚才看你冰箱里还有几瓶酒 喝吧 喝 玩吧 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 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你问得点刺激 你经历过最恐怖的事是什么事 还真有一件 这是我在学校里面一个校园传属 但是让我真正经历到了 就是有一次晚上十点多吧 我回教学楼求我的充电器 当我一推开这个教学楼门 我就听见一个女的在里面乱叫 声音不大 你答案太小了吧 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 经常自己半夜九点去教学楼练歌 你有病啊 你真你那小胆子赶不上我真的 你去练歌 嗯 你听见有人乱叫 乱叫 你哪个大学的 我刘龚大呀 我也是 你哪你哪校区的 没有图书馆那个校区的 我也是啊 不会这么巧吧 那乱叫的那女的是你 我吓到你了 你不光吓到我了 你都成为校园传属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确实挺刺激 那天啊 那天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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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